嗨,弟兄姊妹们,你们好 我是Montgomery照会的丁屋淑姊姊妹 这次参加训练,我觉得我有几个蒙恩的地方 第一点呢,就是恢复了早睡早起的习惯 因为呢,好长一段时间都是拖得很晚才睡觉 借着这样的训练,真是主帮助我早睡 然后赎回光阴 然后早晨的时候起来,我就有更多的时间来接触主 来与主交通,个人的来享受主 然后我再参加七点到八点的姊妹们的诚心 在诚心里面呢,真是姊妹们的扶持 让我们可以顺利的完成作业 在这个作业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时候呢,读到一些图表,一些的话 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点的讨论 有一点的交通,就彼此帮助,彼此扶持 然后我们就能够更明白这些话语 感谢主 第二点呢,我觉得最蒙恩的就是 就是觉得这个余弟兄他这个带领的这个四大建设 关系工程已经讲了好多年了 那我们呢,对于这些话 听了又听,听了又听 好像都听见了,但是没有听进去 这次我觉得主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让我们听进去这些话 不只我们知道这些材料 也知道了这个意象 也知道了这些执行的这些细节 我觉得也很宝贝 主给了我们同伴 能够一起的来操练 出去看望 然后研讨新人的情况 然后怎么样来扶持 怎么样来跟进 这些都是非常宝贝的一个经历 第三点呢,我觉得最蒙恩的就是 实在是需要把这些弟兄们的这些话 带到我们实际的生活 这训练结束了 但是我们的生活要继续的操练 求主继续的保守我们 能够训练休息 但是我们做工不休息 感谢主 因为我们的目标很多都还没有达到 我们要求主给我们带人得救 让我们有新的祷告小组 有新的帮手 有新的家中训练 求主纪念我们的心愿 阿们